欢迎来到小溪Channel 好你好小溪欢迎频道 欢迎回到希望你买对的环节 那么今天我们要测评的就是一款 平价战斗机 小只女孩都会知道的品牌就是 Hadalabo的这个Koji Treatment Access 那么它是一款主打高效保湿 并且适合初看老的一支精华水 为了最公正的测评结果 我将会对它进行为期7天的单独测试 在7天之中我将会停用任何一切 除了洗脸霜之外的护肤品 那么就先从第一印象开始吧 把它提出来之后 Oha的质地是属于这样子 比较水壮一点点的 把它均匀开之后呢 会有一点像是白色半透明的感觉 还是比较水润的 那它闻起来呢 是没有任何特别的香味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很仔细的去闻 你就会闻到一股好像淡淡 有一点点酸酸东西发酵之后的那种味道啦 至于没有香精跟没有色素这一点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哈喽今天是Day 1 所以我现在是刚刚睡醒 然后刚洗完脸没有护肤的情况下 现在要来薄薄的擦一层 当做我基础的 早间护肤 然后就可以开始上妆开工啦 Treatment Essence 它就是像精华水这样子的意思啦 它是介于精华 还有普通的化妆水之间 添加到更加多的有效成分 那么它可以作为你洗完脸之后的 第一个步骤使用 当做普通的Totel 或者是好像基底液这样子 可以去增加你后续的保养品 像是精华或者是面霜的一些吸收 是吗? 开荏 我会去沾到腿 是啊 你说 我没有来帮啊 我不要来帮你 说你钟 好 不 我 我不 我 我 我 好的那我已经完成了 Hardalabo Koji Treatment Essence的七天打卡啦 那么以下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使用的分享还有心得啦 那么其实我在这七天里面呢 让我最有感的就是它的滋润还有保湿的效果是相当的不错 即使撇去我之前的瓶瓶罐罐只用它一瓶而已 它也不用让我的脸觉得干燥紧绷 甚至是脱皮的现象的 这一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主要可能是因为它里面主打的成分是日本的发酵大米 是含有非常多天然的保湿因子 像是氨基酸啊维生素或者是多态 主要的目的都是在我们脸上形成一个保护膜 去防止内部的水分流失 而其中一个叫做神经吸氨的成分更是保湿界的YYDS 因为它是我们皮肤本身就是会分泌的一个成分来的 如果缺少了这个成分 你的脸会好像一个强迫了一个洞这样子 有害的物质可以随意的进出去刺激你的皮肤 同时皮肤内部的水分呢也会更加容易的去跑出去的 所以这一些的保湿成分呢是非常强大 不仅是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屏障之余 还可以把你的脸部的水分锁在里面 然后防止它们流失去修复一些细纹的功效 我自己使用上来觉得把它当做湿敷来急救骨髓 或者是直接做成水磨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用完之后隔天脸直接会变得滑滑嫩嫩的 所以很多人说用洗米水来洗脸脸会变得比较滑一点啊 真的不是完全瞎说的 因为只要做好基础的补水还有做好日间的防晒 基本上就是非常好的提前抗老了 皮肤自然会变得比较通透跟滑嫩一些 我觉得它作为一款适合20多岁出抗老去防止肌肤过早老化现象的一个产品是完全够用了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自己还很年轻啊 然后跟抗老完全扯不上关系 但事实是我们人类的皮肤是从一开始出生就已经是走向老化了 这个是人类不能够改变的定律来的 真正让你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可能是在你20多岁左右的时候呢 这个分水岭皮肤会好像迅速坐了过山车直接往下滑 你就一开始发现你笑起来之后眼下的细纹啊抬头纹法令纹等等都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一些更加补水保湿还有滋润的产品啦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肤感会有稍微那么的一丢丢粘腻 需要等它吸收完之后这个粘腻感会随之减半 但是因为它极佳的保湿效果并且以这个实惠的价格来说呢 这个缺点我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总的来说以这个价位又是很多大牌护肤品的同款明星成分 我是比较推荐给像是20多岁想要刚入手一个粗抗老的保湿精华 这个就只能可以去试看看啦 好啦 感谢你看到这里希望你买对 如果这次视频有帮助到你一点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每个星期六六对方主持上影片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